好 这一节的台湾大小时 我们来看到的是在桃园 有一台休旅车疑似超车不慎 结果撞上围停车 就180度的翻渡躺地了 好 这个撞击的瞬间画面也曝光了 您可以看到这张姓驾神 9号上午开着休旅车 行进三名路口附近的时候 疑似想要超车 但是距离没有抓好 失控撞上路旁围停的宾室车 180度翻覆 休旅车四轮朝天横躺路中间 瞬间还发生巨大的声响 把路人都给吓坏了 张姓驾神所幸他只有受到了擦挫伤 但是休旅车有多处毁损 驾驶的酒色只为零 现在肇事的原因还有待进一步厘清 在台中有一家企业 59岁的李姓老板开车 载着公司的郭姓女秘书 行进苗栗问水老街周边 结果就和一辆机车发生了碰撞 好但是因为李楠 他因为是有案在身被判了缓刑 担心处分会遭到撤销 于是呢就请秘书顶替是驾驶 事后到了警察局做笔录的时候 才坦诚肇事 最后被警方依法送办 银色乡型车在路口左转 跟对象执行机车撞个正着 骑士连人带车摔飞出去 在地上滑行好几公尺远 你可以吹气吗 你头不用动没关系 我们吹个气就好了 受伤的黄性骑士 整个人躺在地上痛到爬不起来 警方先进行酒侧 接着换乡行车驾驶 最近有出国吗 没有 有去疫情严重的地方吗 没有 听声音可以知道是一个女性 但回头看路口监视器 驾驶坐下来的是一个白发阿伯 跟现场酒侧女子根本是不同人 于事后里男及郭女到本所时 制作交通卷证时 里男坦诚为该车的驾驶 4号早上7点多 在苗栗问水老街的这起车祸 肇事驾驶是台中某企业的 59岁理性老板 因为有案件在身 怕缓行处分被撤销 才让旁边的郭姓女秘书顶替 明明没有喝酒 却要秘书冒名承担 自己也难辞其咎 涉嫌时公务人员登载不时 相关罪责双双移送法办 记者彭志明成 二人云杰苗栗报道 国内的肉鸡目前是短缺的状况 农委会副主委黄金城已经说了 5月份开始 非疫区的鸡肉土体 只要在运输过程当中全程密封 就可以从疫区港口出货 好 除鸡的部分呢 除了运送过程必须全程密封 可以从疫区上飞机 到台湾之后的检疫条件也加延了 改成14天之内检验两次 采取专案进行的方式 当然现在农会方面强调了 只有在行政上头做调整 没有放宽不放宽的问题了 好 另外还要来看到的是 有网友分享 因为防疫的关系 所以老板禁止外食 每天呢都会煮饭工餐 结果没有想到带来一些后遗症 因为员工一路从80公斤 变胖到了110公斤 当然这个贴文一出之后 让很多网友看了都好羡慕 好 因为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菜色 每天四菜一汤 而且老板娘还随时帮你加菜耶 像是呢 有脆皮大肠 牛肉火锅 还有大鲜虾 甚至还会出现大龙虾 当然菜色真的是太澎湃了 加了轻松的肥肠 在油锅里煎到外层酥脆 在海产店才看得到的料理 居然出现在员工餐 脆皮肥肠 至少一汤四菜 维修厂员工 PO文抱怨老板娘太会煮 五国鱼 葱花蛋 脆皮大肠 加上冲爆猪瘤 只吃一碗白饭 哪里够 疫情的关系 所以尽量不要在小孩吃 就随便煮一煮而已 哪里是随便煮一煮 老板娘准备的火锅 摆的是大蛤蜊和鲜虾 牛肉海鲜锅 大块肉 虾子也没少 市面上喊着鸡蛋贵 吃火锅也要加荷包蛋才营养 员工抱怨从80公斤 胖到115公斤 简单的一堂四菜像是草虾配鸡腿肉 烤鸭加上红烧五锅鱼 滷猪脚夸张的是还有龙虾 连煮鱼都有分红烧 糖醋跟酱烧 让员工吃不腻 要吃也吃不腻 我们也是要吃也吃不腻 不可以叫散 那炒比较好吃 冰箱里塞满食材 拿出来就是一大袋鲜科 原本补助员工午餐费70元 现在一天餐费升级为五六百 就怕疫情外食不安全 大家都有热热热热热 人工抱怨引来网友羡慕 千万别离职 怕没几家养得起你 老板娘是你阿嬷吗 是去工作还是去坐月子的 公司还有缺人吗 这一定是炫耀文 老板付薪水还包吃 胖了35公斤的职业伤害 却让大家真的好羡慕 谢谢侯国林智慧 嘉义报导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 作用之后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有银法族 有儿童有孕妇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再快点够购买 才是最划算的